欢迎来到人民日报阅读 今天想和你分享的内容是 人在低谷时 最需要被看见 朋友小叶是一位支撑白领 在互联网公司担任人力资源主管 素莱格人的印象都是独立自信 有一天 他跟我讲起这样一段往事 五年前他大学刚毕业 初来乍到这座城市 每天独来独往 百天外出找工作 傍晚再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 觉得既孤独又迷茫 有一天 他因为有事耽搁 回来时有点晚了 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 原本有些害怕的他 意外发现家门前的那盏灯还亮着 等他回到家后 房东敲开了他的门 那个和他妈妈年龄相仿的阿姨 手上端着一碗面 还做了点心 请他一起品尝 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他 女孩子出门在外不容易 要照顾好自己 晚上回家 别太晚 不如说 那一刻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怎么也控制不住 后来每次晚归 门口的那盏灯 都会亮着 他知道 那是房东阿姨 特意为他留的 也就是从那次起 他不再感觉自己是孤身一人 他说 现在的我已经有了很多朋友 但我 此生都不会忘记 楼下的那盏灯 它是孤独岁月里的一束光 一路引领着我 走到了现在 说起这段过往 朋友的脸上写满了感激之情 他的一番话 也让我深有所感 每个人都免不了 会经历艰难的时光 无论我们怎么拼命 假装坚强 内心深处 最渴望的依然是温暖 和慰藉 如果有人能在这个时候 为我们伸出援手 那一定会成为 值得我们铭记一生的人 晚上看到一个网友提问 他前不久生了一场病 做手术需要上万元 但他刚参加工作 没什么积蓄 只好找人借钱 一位平时联系不多的朋友 得知他的情况 很大方地把钱借给了他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他问 是不是真的患难 才见真情 虽然表达轻易的方式 有很多种 但我们在低谷时 感受到的温暖 或许更为真实 也正一如此 能遇到一个在低谷时 扶我们一把的朋友 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实 人在低谷时 是很敏感的 不到万不得已 谁又愿意将自己脆弱的一面 适与他人呢 所以 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意 叫做 你需要时 有我在 都说 日久识人心 有些人 也许平时 从未对你表现过 言语上的热络和殷勤 但在关键时刻 就会二话不说 朝你伸出援手 用行动 给你鼓励和支持 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带来希望的同时 也让我们明白 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 恰恰是低谷时的 彼此扶持 同舟攻击 经历越多越会觉得 有一种修养 叫懂得事实帮人难处 这并不是说 非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而更强调的 是一份同理心 为人处事 多看到别人的不容易 多给身边的人一些鼓励 哪怕只是耐心地听他说说话 有时候 你的一句安慰 一次关怀 也许改变的 就是别人的一生 快乐被分享会成倍 悲伤被读懂会减半 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 若有人与我们一起分担 是何其幸运的事 收获总有阴影 愿我们都能活成 照亮这个世界的人 与人阳光 与己力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阅读的全部内容 想要关注更多的 阅读文章 接下来 人民日报告课段 永远 云